午安 您好 我是庄宇杰 欢迎收看今天的华视五间新闻 新闻一开始呢 马上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 金牛年开红盘啊 真的是牛气冲天 就像市场所预期的 上午呢 在这个台股的部分 是由电子股领军上工 开盘就大涨了395点 指数呢是跨越了16000点的大关 接着呢 包含像是传产 还有金种股呢也跟进了 指数呢一度是大涨 超过了500点 真的是喜气洋洋 那么如果想要添一些财运 讨个吉利的话呢 在今天来说啊 也有这个银行发放了 40888瓶的发财水 希望可以让民众 把财气带回家 牛年开工好运到 这水喝了最吉利 这是我们今年牛年的 特别出座的发财水 银行从金库里 拿出40888份发财水 给民众象征开工发大财 过年前的两周 我们就会放到我们的金库里面 那大家也都知道银行的金库 就是财气聚息的地方 所以各位可以拿到发财水之后 放到你的财位 发财水喝完瓶子不要丢 再拿回银行装水 代表财源源源不绝 但想发财也要有行动 牛年开红盘台股下下轿 一开盘大涨395点 跨越了一万六千点大关 电子股领军上工 台积电一如预期飙涨 以663元开出 贡献大盘涨了300点 红海115元开出 连电57.6元开出 而传产跟金融股也跟进 指数一度大涨了超过500点 金牛年开红盘扭气冲天 马市新闻罗里云潘建认台北报道 好 接下来看到这一圈彩券行 真的是非常的幸运地点 就是在彰化社头 10天之内开出了两次的投奖 但您看到第一次是在 这个月的6号 是开出了精彩539的投奖 当时是有800万元 那么第二次则是在 这个18号的部分 是有人呱呱了 结果买两张500元的呱呱了 竟然刮中了300万元 让老板直呼 真的是红韵当头 张化社头这间彩券行 门口贴出红纸庆祝 因为他们10天内开出两次投奖 2月6日开出精彩539 投奖800万元 2月15日初四迎财神那天 开出金牛奖刮刮乐 300万元投奖 店家说精彩539投奖得主 使用电脑选号还有自选号码 结果中奖 而买刮刮乐的民众是请老板娘帮忙拿一张 刮刮乐 结果老板娘拿的过程中 不小心又掉了一张 民众就说那两张都买 没想到就是掉下来的那张刮出头奖 张化大村也有人刮到大奖 是五名国中同学返乡聚餐后 集资买一本两千万超级红包刮刮乐 结果刮中一百万元 这五名国中同窗同样不是自己选刮刮乐 而是直接接过彩券堂拿出来的 就刮到大奖 只能说真的是财神爷眷顾 好幸运啊 华氏新闻王闪 谢中益 杨宗颖 张化报导